黄公望笔下不是有一幅传世名作叫 复春山居图吗 我们这次就是来到了复春江边 一个叫东子关村的地方 那简直就跟画里一模一样的美 就它这里面贯穿着的现代的建筑理念 和当地的传统的结合 就融合得天衣无缝 未来在这个乡村振兴当中 民居改造当中 我觉得都可以作为灵感或者作为参考 而且这个村你看这个 这是我童年的记忆 甘蔗他们这个地方的红糖特别棒 也是当地的一大特产 所以他们把甘蔗作为一个起点 然后糖业的制造加工 作为一个产业链 与此同时 他们的旅游民宿 加上传统文化 都让这个村庄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